本欄目由时尚男装 她是一位运动型男 阳光帅气 成熟稳重 她长相甜美 古灵精怪 是一位美丽大方的英语老师 当美女老师遇上运动型男 他们的相亲去世连连 运动的男生都 怎么说比较会讨女生欢喜 做啥子吗 你组五四个 那我就组五个 几块擦掉就紧张不算 没有想到 我们这人可以起得出来 去快点吗 再快点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帮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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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是否能够签手成功 凡人有喜之 美女老师遇上运动型男 稍后为您精彩呈现 我觉得他不说喜欢你的类型 他打个球嘛 投个男人嘛 他有点装我觉得这个人还谁 相亲现场男嘉宾为何出此言论 我们打球你给我管个铃鸭蛋 啥子意思嘛 好尴尬嘛真是 他又为何起身离开 你不觉得其实现在有点过分呢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比较好了 我觉得他有点不离去了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爱情考争取 为爱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张征 我们要感谢金元博士时尚男装 为本节目提供的服装赞助 那本节目主持人男装 由金元博士时尚男装提供赞助 那凡是在节目当中 成功牵手的男嘉宾 还将会获得 由金元博士时尚男装 提供的价值300元的带金券 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一样 有机会穿上这么帅气的服装 好 那么如果男嘉宾要成功牵手 当然少不了我们女嘉宾的出现 所以接下来时间 我们请出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闪亮登场 来 有请 你好 你好 欢迎欢迎 哇 你笑得怎么这么开心呢 我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 为什么会不好意思呢 是因为想着马上要见到 心意的男生呢 是吧 有一点点吧 还有一点紧张 给我们介绍一下叫什么名字吗 大家好 我叫冯元元 本期交友女嘉宾冯元元 23岁 身高1米68 职业 英语老师 婚姻状况 未婚 冯老师 您好 不知道冯老师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 我其实一直是一个颜控来着 因为以前在上学的时候 就一直有一点颜值控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颜值控 我希望他能够长得少一点点 然后因为我也有1米68 然后他最好的话 就是在1米80以上 本身我自己也是个英语老师 现在然后我也希望他学历的话 至少也是本科一场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有比较交流的空间 好 我也不跟你多绕弯子了 你想今天我们既然把你叫到 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来 那肯定的这个男生的 现在做的事情呢 就跟咱们刚刚讲的这个运动 是有关系的 你看冯老师忍不住啊 就笑得啊呀灿烂 而且现在啊 这个男嘉宾其实呢 在之前都已经到了 我们这个约会的地点了 而且他现在正在做一项运动 就是跟你刚刚提到的运动有关系 他是一个人过来的吗 一个人的话应该就是打篮球吧 因为打网球的话 要人多一点比较好玩 好聪明 好聪明 好 行 就是男嘉宾现在正在打篮球 就在你右手这个篮球场上 要不我带你过去 咱们在远处偷偷地看一下 跟你之前的想象是不是一样 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好不好 好 原来早已来到现场的男嘉宾 正在球场上独自打着篮球 不知道他运动的身影 会给女嘉宾留下怎样的第一印象呢 感觉怎么样 我其实有一点看不清楚 但是看起来 是挺适应的 还好 我是300度 我大概能看清他的身高好像还是挺高的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他穿的黑色的裤子 再加上这双鞋显得腿好长啊 你测一下他身高有多少 不知道有没有一米八 应该看起来应该有一米八 好 你还三不上篮 好爱这个动作非常的形式 打几分 邦老师给他刚刚这个上篮动作 很好 打八分吧 打八分吧 哇 这八分指的是他的样貌 还是他打球的这个技术 因为一个会运动的男生都 怎么说比较会讨女生欢喜 那带着我们八分的这样的一个期许 然后咱们现在也不要老在旁边偷窥了 咱们看了这么久 我带你下去跟他打个招呼好了 好 好 小心啊 小心你的小心脏啊 你知道吗 走走走 走一起 咱叫什么 我请你帮 好 拿着我 我我投影 衣服的局限太大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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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交友难嘉宾 黄胜25岁 身高1米80 职业 银行职员 婚姻状况 未婚 大家好 我叫黄胜 来自重庆 今年25岁 现在在银行工作 我平常是应该比较税好吗 但是如果碰到一些事情 比如说原则上的事情 我还是会 就是遵守过你原则 按照过你做事的方式来做 黄老师漂亮 漂亮 你能给他打多少分 90分吧 90分 不错不错不错 刚刚冯老师给你打了80分 打8分吧 打8分吧 第一人看到他的时候 还是觉得很不错 然后因为他打篮球 只是还是很帅 长头发 然后身材也比较好 所以说我给他打了一个 比较高的凡人 主要是感气比较温柔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陶 我们的男女嘉宾相会的场景 真是让人想到了18岁 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在球场上打篮球的样子 大家有没有一下子勾起内心深处的美好回忆呢 而且今天的男女嘉宾颜值也是相当的高 而且匹配度也非常的好 所以看下来可能是一场会成功的相亲 听说冯老师特别喜欢运动 擅长打篮球 其实不怎么会打篮球 因为我喜欢打网球啊或者之类的 别客气了 别客气了 要不你们球场上先切磋一下 随便投两个篮吧 要不要试试 那一会不要惊销 因为我确实不怎么会打 没关系 没关系 投篮近不近不重要 关键看在什么地方投 好不好 好吧 好吧 来来 试一下吧 看上去并不是很愿意打球的女生 会在男生的帮助下成功地投进几个吗 我们还是一起来看看吧 我从哪里开始学呢 这是从银球吗 从银球开始吧 来吧 来吧 哎呀 好不好 好脏啊 这个球 好脏啊 这个球 好脏啊 这个球 当然就是整个都会脏 你抬一下就好了 抬一下就好了 我穿的是背 是毛衣会不会都脏了呀 要不就脱了吧你 手指放低一点 这种 哎 你搞不 你把袖子脏上去嘛 你把袖子脏上去 或者你是把衣服脱了吗 没事 没事 这个怎么办 没事 没事 反正又打不到好玩没关系 我确实不是还会打这个转身 我对男主角没啥的事 来吧 你把 千万不要矫情了 姑娘 我觉得你的分数正在下降哦 对于一个喜欢运动的男生来说 你竟然对他热爱的篮球 诸多挑剔 啊 球好脏 然后又不愿意玩袖子 又不愿意脱衣服 啊 真的 其实看上去一点美感都没有 他有点太爱干净了 打球这个东西不能会弄脏衣服 他弄脏一点点都跑得也远了 那种感觉 那一点我不太喜欢 我一直配 没啥一次的 要不直接 叫我脱篮啊 不得你跟我表演一个 上来的那种 对啊 那种三步上来的那种 三步快了 其实只快到两步 我下面给你淹死一遍了 这个很简单嘛 比刚刚这个简单多了 这个很简单嘛 比刚刚这个简单多了 这个好快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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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困难还是比较过一遍的 女嘉宾总算是投进了第一个进球 而此时的她竟然向男嘉宾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要不要我们比赛一下吗 要不要我们比赛一下吗 你还光比赛啊 就比投篮子嘛 好啊 随便你选 随便你选在哪头 投篮 进不进不中 关键看在什么地方投篮 我这样子嘛 我当时你会打篮球场我不会 我当时你妈就我就当时 可以 随便你赚哪点 那你 你赚三分现在外面 可以 我投三分 你都在南下头好不好 比赛的话我们还是买点惩罚 你觉得 好 还有啥是惩罚吗 猪虾独猫 猪虾独猫 你猪五十个 行 那我就猪五个 你猪五十个 那我就猪五个 都算 都走 那我们 你啥 投好多吗 投五个吗 五个看哪个投资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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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哪个投资多吗 好 当我看到我们的女嘉宾 开始跟男嘉宾挑战 说要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画面终于对了 所以就是要投入 因为当我们在接受别人的一个提议 去玩一个自己可能不熟悉的项目的时候 我觉得要么就是坚决地拒绝说我不玩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完全不会 然后自己也不感兴趣 最后会让我显得很丑 我不开心 但是如果你一旦决定我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么一定要去全情投入地去玩 所以反而会有一种投入之美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女嘉宾看上去 真的是一种很可爱的那种小女儿 小女儿的那种情态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接连投进四球的男嘉宾显然格外自信 而此时一旦的女嘉宾却突然提出了另一个要求 我还是觉得不公平 关键看在什么地方投 关键看在什么地方投 在女嘉宾无礼的要求下 男嘉宾的最后一力进球总算是没有成功投进 我们的女嘉宾也算是大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可要看你表演了 女嘉宾的比赛 女嘉宾都非常好 街宾的所有人都很艳朵 也是很可爱的 谁啊 但是我的是 这么多的 男嘉宾看他 可爱好 让你直接说 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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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有了 男嘉宾企图耍赖失败 看来我们严厉的男嘉宾 在比赛上并没有丝毫地前让 而就在此时 一个意外突然发生了 起来起来 是在天使 坐着面 怎么拍呀 怎么拍呀 还是有点不给面子 这样一点点都不让一下 算了 跟你开个玩笑的 在旁边休息一下 你久都早了我让客人在那里做啥 对吗 走嘛旁边休息一会儿说 这种状态就是说很悔那种 那我就有点生气了 然后那个运动嘛 本来都是如果要比赛的话 我们肯定要比出胜负 女生的不慎摔倒 提前结束了两人的投篮比赛 此时男嘉宾主动提出 去给女生买水 原本以为贴心的军动 却不料男嘉宾突然向编导 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男嘉宾的话 让所有工作人员措手不及 我们的编导也是 齐盲地劝说起来 你是不是对他有点不会吗 他比较敷衍他的性格 而且有点强势 他完全没有认真的对待 这次这个活动 就开始的时候 第一眼我看得还好嘛 但是后来我发现 性格上好像我们两个 还是有点分歧 我脏了 这个腔了 我穿了 白色的毛衣服就是脏了 腰不脱了吗你 还有啥子称发吗 你租50个 那我就租5个 哎哟 这下下下呀 这下来真的是 而此时的另一边 女嘉宾的感受又会是如何呢 还好就是因为他 人长得还是挺帅的 感受也特别好 我觉得他不说喜欢你类型 你看打个球嘛 偷个来嘛 他有点装我觉得这个人还是 你说本来输了就输了嘛 还耍奶啊那些 游戏还是挺好玩的 但是确实也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我一直都摘来不及 我都还是喜欢 那种直接的 就是说 就稍微温柔一点 直接一点 他会脾气有点拐 那刚刚是80分 现在的分会不会变的 就加5分吧 还加5分 除了人家里面是有点无论 输了输了输了还死掉了 要不然再了解一下嘛 你能再了解一下嘛 不要有怀疑 就这样 做事儿发啊 老爹 别个孩子那边 等到你这个浪儿 有恐怖点嘛 才想好住嘛 再了解一下嘛 在工作人员的吉利劝说下 男嘉宾总算是答应了 继续再了解一下 两人之间的误会 会在接下来的聊天中 慢慢解开嘛 好了 没有想到这样一场比赛 以我们的女嘉宾 最后摔倒 不想接受惩罚而结束 男嘉宾明显对于这个梗 是很不接受的 所以会跟我们的编导说 真的不想录了 是的 其实对于爱好运动的人来说 大家还是要尊重一下 体育精神愿赌服输 不过男嘉宾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孩子 在相亲这个事情上 我们可以把心态再放宽一点 可以把情商再提高一点 可以不用太较真 至少说你觉得 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 我们就让她一步 以便更多地了解一下对方 也让咱们这个相亲 能够继续下去 现在我们男女嘉宾 在篮球场切错了球衣之后 他们现在又换到了 另外一个球场 不过现在 他们正在聊天 进行着沟通 所以现在我们也抓紧时间 进入到我们今天 都市频道的大讲时段了 那么大家每天 只要正在收看 我们都市频道的同时 您拿出手机 可以点开微信 菜单发现当中的摇一摇 再点击电视 同时您摇动手机 等待识别以后 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的大讲时段了 每天您都可以通过 我们的节目 来报名我们的活动 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 以及回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还有每天 百分之百的抽奖机会 再等待着各位 所以各位赶紧准备好 跟我拿出手机 一起摇起来吧 三 二 一 开始 你小啊 在啊 没有小啊 我看到你一直在这下 没有 还好了 其实 你现在 我看你长得还是挺帅的 身高有两个高 然后打球也挺好 看到没女生追你吗 有啊 但既然有人追你 你还来相信 在什么 我觉得有可能那种 仓和啊 也是一种机会 有可能会找到一个好 来的时候 我要求了一个女生吧 有一句就是 还不好意思 都是有一个问题 很小啊 因为我是以结婚为目的了嘛 你能不能接受 就是以后如果我们结婚的话 就是那个经济大权 让女生管啊 你还会理财吗 嗯 还好 因为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习惯 就是说国人支配国人的钱 你一般 嗯 平时你工资收入这些 你要用作于哪方面呢 一般 平时就逛一下街呀 这种都 一般不能用啊 主要是我不是很喜欢别人关的 我就是比如说像工资了些 我都喜欢国人来支配 那我是银行的 然后我平时喜欢做一点的理财啊 比如说像基金啊 金贵金书啊那些因为投资 所以说我觉得我母亲哈 我觉得我理工资的话 我不得就是说结婚过后 我也不得就是说 有交给女方 让女方来管理和理财 OK 我们的女嘉宾的减分项还在持续 关于工资谁管这么土的问题 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也觉得是一个不解之谜 因为你看看你的这个相亲对象 是一个看上去就很时尚很运动 工作各方面都很不错的男生 而你自己呢 也长得很漂亮 职业也很好 所以你怎么会 作为一个新兴人类 怎么会问出工资 谁管这么庸俗的问题 我觉得那难道不是那种 马上就要踏入婚姻的那种 大龄男女青年才会直接的 单刀植入的问题吗 这个问题你真的是问得太早了 而且也问得 显得太直白了 平时初啊 上班 你还喜欢做些啥子吗 休息的话我们都运动一会儿 因为现在从事经济行业 然后工作比较忙 平时有时候休息的时间不多 也于休息的时间呢 我都基本上用到了运动上 你看吧 刚刚打球你都不长动哦 我看到你要滚手 我没有长一下的 但是现在是那种电视机面前嘛 能够多观众好少屁嘛 而且我还是个英语老师 我学生看到好多点哦 那个能够我吗 你最开始不想打 后来你要跟我比啥 我没有怪你啊 我就是觉得 你还不给我面子 你知道吗 你真的能够那个样子说吗 我没有怪你啊 我看你能够认真 你认真好不好 女嘉宾无意的提问 让两人的相亲再次陷入僵局 互不谦让的两人 在节目中争吵起来 我认真 我觉得 你跟我们打球 你跟我逛个铃鸭蛋 啥子意思嘛 好尴尬嘛 真是的 你自己头部尽啥 我看到你两个认真 我以为你可以头尽呢 我不是看到你一直 心子高吗 面对女嘉宾的愤然离去 男嘉宾究竟会如何选择 我想她说我装 然后身为一个女儿 我不是还能够理解 所以觉得可能有点委屈吧 然后就可能有点毛活了 她突然一哈又提到 就是头来比赛那个事情 然后我都很气愤 晓不晓得吗 因为已经感觉过度过去的事情 她又重新提起 所以说我当时一哈 然后头都折了 你不觉得其实你现在有点过分啊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比较好了 我觉得她有点努力去了 大家求你跟我管个零鸭蛋 啥子意思吗 还有啥子乘法吗 哎哟 价价价呀 真的意思啊 真的是 你还不给我面子 你小朋友不知道对吗 你真是哪个样子说吗 你能够当到她的面 能够说她 我觉得死里里不多 我觉得你应该给我去倒个钱 那叫你 好了 作为一个英俊的直男 我们的男嘉宾终于表现出了她非常直白的那一面 无情地戳穿了我们女嘉宾之前的桌 其实女嘉宾知不知道自己之前的表现是不是太好呢 其实是知道的 但是她希望的是一个男人也许会轻轻地放过我这一段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男嘉宾居然会重追不放 我真是为男嘉宾的情商感到遗憾 你是不想让这个相情继续下去了还是怎么想的呢 你看现在女嘉宾明显她其实是喜欢你的 所以她不断在跟自己做斗争 比如说不喜欢运动 但是也要让自己去运动 不喜欢篮球也要去打一打 所以她会呈现出那种非常胶着和矛盾的一个状态 最后她还配合了你 然后现在被你气得在旁边不言不语 但她没有离场 为什么 她是在等着你过去哄哄她 其实我觉得她是喜欢你的 冷静之后的男嘉宾最终还是决定主动向女生道歉 而此时的女嘉宾是否会接受她的歉意呢 就开始我说了嘛 然后我是一个比较有原则的人嘛 但是在那一件事情上 后来我想起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我就是有死逢夺 然后所以说我还是给她道歉 还在生气啊 可能我刚才说话十二钟 我来给她道个钱嘛 其实今天三个月我都想好了 我们一起一起习儿子的行车来看 但是我也有问题嘛我也要 那我们天气很好一起习儿子嘛 怎么 我还是给我们对方一个台阶下吧 然后互相能进来一下 觉得我自己可能也有一点问题 然后后来她说 当我去骑大人车上 我觉得不管是出于啥子 尊重啊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都应该要去 可以再尝试着接触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的男女嘉宾呢 她们又打算换一个地方 继续来了解对方 我们也赶紧利用这个时间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都市频道的大讲时段 那每天呢各位 只要正在收看我们都市频道的同时呢 您都可以随时拿出手机 然后再点开微信菜单发现当中的摇一摇 再点击电视 紧接着您就可以摇动手机 等待识别以后 进入到我们的大讲时段了 那每天您都可以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 来报名我们的节目 回看我们的节目 以及参与节目的讨论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 还有每天百分之百中奖的机会 在等待着各位 所以您准备好了吗 赶紧拿出手机 跟我一起摇起来吧 三 二 一 开始了 天气这么好 阳光明媚 虽然没到春天 不过有这个春光明媚的感觉 我们不要辜负了这样的阳光 所以我们马上出现在了刺气口 冯老师平时骑自行车吗 很少 你会骑自行车吗 我们不是要骑那种吗 双人的吗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两个轮子的我觉得骑起来更有意思一点 但是我不怎么会骑单车 那是男嘉宾的意见呢 骑单人的吧 单人的要好一些我觉得 要骑单人的吗 就双人的呗 单人的就不怎么想骑 单人的就不怎么想骑 女嘉宾再次提出不情愿 这一次他们会如何选择呢 都不会一会儿又像打篮球一样 其实我觉得你也可以 你一头长发 你不骑那个单人的车 感觉浪费了 我不会主要是 那你说你觉得 你觉得骑哪种自行车 你想 我想骑这种双人的 因为我不会骑那种单人的车 我觉得你嘉宾有进步 他立马就提出 我这一次可不能再像刚才那样了 我一定不能告诉他 我喜欢骑自行车 其实我就是不会 是的 其实你可以完全明白地告诉对方 说虽然我很喜欢你的运动 我很欣赏你的能力 但是你擅长的东西 我真的不擅长 你这样明确地说 也许对方还反而表示理解 这样我觉得我们 光旁边商量没用 咱们要实地去看一下 就看到底哪个车 我们更有缘分好不好 咱们过去边看边挑 你的意思是想租这种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 就有两个味儿 这还是带方向盘的 对 还有两人味的 我觉得这个就很不错 骑这种车主要是 你可以不用灯是吧 不用费劲 对 就全不让它 此时男嘉宾默默地走开 他究竟是去向何处 我觉得这个不错 但是我觉得这种自行车 不是就平时代步用的吗 既然来了这个风景区 换个心情 关键是刚刚 那个冯老师也说了 一个是骑这个车 他觉得 没有办法跟你沟通 另外一个 他也不太会骑这种车 这种自行车怎么办 但是像刚刚打篮球一样也是 因为我确实没有接触过 如果一会儿又弄得不开心 就是这样 我发现后面有一个 可以让两个人 责中的一个不错的车型 我们来看 这个 还是只有两个轮子 两个人可以坐在一起 又有这种单车的感觉 你觉得怎么样 好 可以 这种也行 这种也行 你选吧 你选 留给你选 好 这样 这个冬日的暖阳总是短暂的 咱们就不要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了 抓紧时间 赶紧出发 好不好 男嘉宾大方地做出了让步 不知道这一次 两人会玩得如何 他们能成功驾驭 这辆情侣双人自行车吗 没有想到 我们这样可以骑得出来 去快一点吧 看来解开误会后的两人默契十足 两人的脸上也露出了幸福的微笑 而就在此时 顽皮的女生又向男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简单的啊 没有想很多的人的啦 还要不 要试一下 你说什么啊 我试一下吗 我试 你确定哦 好试的哦 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吗 你试一下这样的哦 没试一下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你试一下就很危险哦 哦 看到屡次失败的女生 由于担心她的安全 男嘉宾提出放弃尝试 但玩性大发的她 看起来却并不愿意 我试一下最后一次嘛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好 就放了哦 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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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哦 我放了很久了 哈哈哈哈 我真的太厉害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 太凶了吧 母爷 怎么啊 还是我们俩一起一起去嘛 我在你妈就 我在你妈就 你在我啊 我刚刚都已经 下两个汤了 好嘛好嘛 那我撕一下嘛 妈妈说 人生苦短 不经意 就留下一谈 遇到美丽风景 就要好好看 遇到爱情 就需要勇敢 就需要勇敢 不错不错了 不错不错了 不错了 不错了 表现女婆爷来几个答案 给美饭 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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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能让我停在镜头前面 原来呢 有一个帅哥在前面骑自行车 然后呢 自己坐在后面的感觉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呢 怎么冯老师刚刚坐在后排 应该也是骑车的过程 不但是风景 还有前面的人 应该是赏心悦目 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其实是她欣赏我伟岸的背影 是我在着她 你在前面 为什么剧情会这样发展呢 我就学一下单车 没想到学得还挺快的 然后就在她了 你也好意思啊 坐在后面 我是徒弟 他是师父 我想今天这一辆双人自行车 见证了两位欢声笑语 见证了两位在阳光下 非常难得的一个下午 现在这辆自行车 她就静静地等候在这里 希望两位能够最终选择 和她在一起 那么待会儿 如果大家愿意 和对方牵手的话 那么就可以回到 这个自行车面前来 如果两个人同时回来 你们爱的小车 将会从这里出发 拾往你们幸福的小家 如果只有一个人愿意回来 那就跟我一起去把车还掉 如果你们都不回来 好吧 那我就帮你们把车还了 好不好 两位做选择之前 我要为两位送出我们节目 为两位准备的礼物奖品 首先为两位送出的是 我们香港周制服珠宝 为两位送出的珠宝戴金券 凡是参加我们节目的男女嘉宾 都将会获得100元的戴金券 来送给男嘉宾 这是给我们圆圆的 同时呢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金元博士 为本节目提供的服装赞助 那么我们主持人的服装 是由金元博士时尚男装赞助的 反正在我们节目当中 成功牵手的男嘉宾 还将会获得 由金元博士时尚男装提供的 价值300元的戴金券 最后呢 为了预示两位 接下来的感情红红火火 我们还为两位送出了 我们的王老吉各议题 我们也感谢王老吉 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给男嘉宾的 给女嘉宾的 谢谢 给你们10分钟的时间 做一下考虑 好吗 希望到时候不要我一个人 去还这辆自行车 我们10分钟以后再见 对 其实今天一天过得还是很开心 然后男嘉宾呢 一开始可能 我们互相都有一点无悔吧 然后其实我还是很能理解他呢 当时打篮球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点点 刷了一点小脾气 然后有点刷了 然后站在他的角度上 我也还是能够理解 也有点很像爱一场 人生有多少时光 像爱一场 口数来一场 过来的时候 乞丹菜他也还是很实行的 叫我喽个气 然后觉得他这个人 没得也没想像呢 能够喽接触 心碎的很漂亮 最开始我对吕嘉宾一感觉不是太好 觉得他太过于羞气了 有点太感情了 而且可能我觉得还有一点装 但是到后来接触就了个后 我发现吕嘉宾其实还是很不错 很熟悉 然后性格比较开朗 从某些地方念爱甚至会发现 他还有一点跨 总理来说今天还是不错的一天 想来一场 我们会遇见多少相爱一场 怎么能说忘就能忘 可怕的欲望 还躲在心里灰 感情这种事情是两个人来试 感觉还缺一点点缘分在里面 约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没想到真是一个人都没有回来 难道他们就真是为了想让我去把这个自行车还掉吗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男嘉宾女嘉宾 他们在这里收获了充满阳光的一天以后 能够尽快让他们心中的爱情的内涯早日发芽 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缘分 先接下来时间我自己去还自行车吧 嘿 对了 各位不要忘记 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有更加精彩的征婚秀环节 非常遗憾我们的金童玉女没有牵手成功 我都有一点点的意外 今天的故事呢 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头 两个人真的是在第一时间就对对方 有一点点意见钟情的意思 但是接下来的发展呢 却不尽人意 到最后即使有很浪漫的约会的桥段 仍然没有挽回这个颓势 在这里呢 其实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男女嘉宾 都是属于相貌也很好 职业也很好 属于在生活当中的 可能是属于宠儿那一类型的 就他们这样的人会在生活当中 得到很多的优待 难免呢就在个性上 在情商上 他不会轻易地去迁就 也不会轻易地去配合另外一个人 所以呢觉得蛮遗憾的 如果说能够在这方面能够稍稍地 再调整一下 再收敛一下 也许恋爱的路会走得更为顺畅 爱情考争取我也不放弃 大家好 这里是凡人游戏的真婚秀 我是小红娘冰田 欢迎搜索屏幕上的微信号 关注我们凡人游戏 小红娘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报名参与节目了 我们将会在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凡人游戏的 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当然了 如果你愿意来到我们的镜头前 说出您的情感诉求 以及展示自己的个人风采 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也将会在第一时间 与您取得联系 并且免费为您拍摄 明星个人嘉宾秀 好的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 本期的明星嘉宾秀的风采 大家好 我叫福玉轩 今年23岁 目前在医院 从事网络咨询这一块的 自己的话是性格的话 比较外向嘛 然后也比较爱开玩笑这些 然后就是平时的话 自己比较喜欢看电影啊 唱歌呀 还就看书这些 偶尔的话也喜欢去旅游 所以说大叔希望也找一个 跟我一起去旅游的一个男生 我之前的话有谈过两次恋爱 然后第一段的话是异地恋 然后没有谈多久就分手了 然后第二段的话 大概谈了两年多吧 然后现在的分手的话 已经分手一年多了 是因为他的性格的话 就比较大男人主义嘛 然后不是很会照顾我的想法 也不会很体贴那种 然后我的话 有时候会比较独立思考这些问题嘛 然后他就爱干预我的事情 所以两个就 我们后面就这样 就不了了之了 就分手了 比较想找一个成熟稳重一点的 像有的时候出去逛街呀 可能就是说自己的鞋蛋掉了嘛 就希望男朋友帮我系鞋蛋这些 就感觉比较软心一点 然后比我大三岁以上嘛 然后因为大三岁的话 毕竟会懂得照顾女孩子一点 然后身高的话是在172以上 因为如果太矮的话 可能我穿上高个鞋就比他高了 然后我希望的男生 就是比较会体贴 会照顾女孩子 我是林东 来自四川光 现居住在重庆大平 27岁 1米70 现在从此点起销售行业 自己狗饭和父母住在一起 我的性格是比较随和 脾气比较好 性格方面还有一方面 就是性格比较大大 连连着实都不是很着急 喜欢看球赛 上网看连银 有的时候喜欢出演女友等等 在身后方面 可能有几个缺点 偶尔会抽烟 但是可以接 有的时候同朋友一起 娱乐大孩拍 但是都是比较刷拍 不会沉迷那种赌报当中 喝酒 基本不好酒 像平时有的时候在家里 会做一些家务 做饭嘛 妈妈服务吧 这样就可以吃 我主要有两段感情经历 第一段是自己刷的 也是以前的同事 因为上班时间的冲突 从最开始的一小时 然后最后地域越来越大 最后不了了之 乱都是家里介绍的 也就是父母喜欢 我个人不太喜欢 也就是也不了了之了 我的最后要求女生 身高到一米五到一米七之间 性格散亮 孝顺 不要温和一点嘛 希望女孩子不要太胖 也不要太瘦 不要夜生活太丰富的女生 对女生要求她孝顺 先会会做家务 或者是愿意去做家务的女生 要求女生的性格比较太强势 因为我性格比较水 所以要求女生 最好温静一点比较好 在情感当中 我要求女生 只要不是太被动 都可以接受 因为我是一个偏主动的人 女生不要非常着急 激情之那种人 我性格比较慢 大家好 我叫北齐 今年二十五岁的四移民 小雪鱼 文老师 然后我性格比较大多 比较累念一点 然后比较独立 有自己思业心 心虚爱好的话 就比较光泛 就是说情绪出华 然后最喜欢的是 挑战进行运动 然后平时还暑假的时候 因为十一名老师 说说绑架的时间都比较多 然后平时比如说绑架的时候 我就会出去女友 包括就是户外旅行谈闲那些 以来我觉得可以让自己 开阔自己的事业 然后去感受一些地方 也认为情怀之类的 我之前有一段感情经历 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大家在一起比较合拍 它是一个有赏金心 有自己想法的 但是最终没能走到一起 原因是因为 它不够实心 然后太过自我 经历过上一段感情之后 然后我希望在以后 能够找一个特别特别 实心和体贴的人 然后要有一点生活情调 在这一方面 我不是很介意一定念 因为我觉得 大家彼此要有一定的空间 自己空间 然后去做自己相组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整整的感情 是能够经得住时间 和空间的考验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一定要有自己 独立的空间 不要经常离到一起 就是说在感情上 其实是要独立一点比较好 不知道冰天今天 为大家推荐几位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心意的那个他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与我们取得联系 当然了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 单身男女朋友们 加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 因为我们会将在 微信平台上 定期发布优质会员资料 以及发人游戏的 线下相亲活动公告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 外不放弃 发人游戏 我们等您 by bwd6 他古灵精怪 性格刁蛮 却有这样的择偶要求 比如说他的防卫感 心伤 体力 都比较好 总理来说 希望他是个全能代用 他外形帅气 即将而立之年 想要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能够尽快 能够定下来的话 肯定当然是最好 相信现场状况连连 因为我也不可能 完全为了那个人 专门的又重新的 其实说的那个声音 我儿子不可能 我钱都省个给 天哪个省个这样子 打个分吧 多少分 24分吧 你看半句好不好看 好 我不看 又是什么让他们 做出如此姿势 我怎么觉得 此时此刻看起来 这个画面那么暧昧呢 我就问自己别人嘛 你喜不喜欢我吗 你喜不喜欢我吗 本内有喜之 妖蛮女相亲 要找全能男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